直到今天的中午 有接近140名的病人 現在是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接受治療 加上出院 以及因為治療需要轉回醫院的病人 其實在過去幾天 亞博覽館已經總共收了超過180名的病人 現在我們大約還有130名的病人 是在里源門社區隔離設施 若果有300名的病人 就去了我們二線的隔離病床 這些的設施 大大的舒緩了醫院隔離病床的壓力 很多同事這幾天 其實都很努力地安排病人去不同的地方 也都是安排病人入院的 現在我們新確診的個案 大部分都是不用等很久 其實已經可以安排到入院 或者去亞博管接受治療了